你們看現在民進黨傳出有意在北市的中正萬華區徵招您參選 你自己個人有意願嗎 我在前天也有發表一個公開的聲明 就是減述了一下被詢問的過程 那我的態度始終如一 就是他們派我去哪我就去哪 去金門也OK喔 那現在有傳出所以就有回家上的孩子跟那個人 就是都接受任何的安排 那常請教一下你怎麼看在傳出說你要選中正萬華區 和在地的議員劉耀仁是說那不如找在地的豬肉西施 如果是有不具名的立委是表示說 那這樣子乾脆找啦啦隊女成林鄉來參選 還有人說我是牛鬼蛇身不是嗎 都接受啊都接受 有人問說是不是應該找一些在地方生耕比較久的這個女性候選人 您覺得您是不是也是另外一種在深耕地方的方式 我想決定權都不在我們手上 這個問題應該是要問給有決定權的人物才對 那你怎麼看說因為民進黨認為吳佩義跟劉耀仁他們都落後有兩位數的民調 然後所以才徵召你 那還有就是國民有人叫國民黨徵召陳怡來跟你隊長 嗯民調的數字因為我也沒有看過所以不方便評論 我真的接受一切的安排我不是要故意學侯友宜講話的態度 但是我真的接受一切的安排 我真的不覺得有任何的委屈 我真的不覺得有任何的委屈 完全不覺得有任何的委屈 沒有什麼好委屈的啊 吵房哪一個名嘴 他有幾間房 他要不要想一下他有幾間房 他的家人有幾間房 有沒有超過兩間 現在一般民眾認為超過兩間就囤房 怎麼看說國民黨比較 就是有人叫國民黨狗的聲音 嗯我相信大家都會有各自最好的安排 你這邊有跟吳佩義議員有聯絡上嗎 怎麼看他說希望黨中央可以用民調來 聯絡 因為我想私底下的聯絡並不是那麼適合的公開與眾 這個要尊重對方的意願 我們看說綠營內部對於這些事情都會有些雜誼 自己要怎麼說服他 這個不只是在綠營啊 在哪一個陣營都會有一樣的情況啊 臉書有說自己最近很像沙包被打 對啊我現在也只能笑笑的被打嘛 當然像個沙包啊 未來如果真的有機會當上候選人 我想競選小巫可以出一個小沙包 怎麼看說賴清德跟潘孟安被認為說要找您來對付殷襲 畢竟我目前也還不是民進黨黨員 對派系不是那麼的了解 所以你也有意要回台中去參選 就是都接受任何的安排 那你自己有屬意比較希望在哪邊參選 我覺得如果出眾的立場是幫忙 被派去哪就去哪 有人在跟你結場嗎 你遲到這邊 有在這邊就去 這個就如前天自己的公開聲明所述 那你怎麼看王世堅說就是如果要拍刺客應戰的話 可能要有震盪的心 不然的話有可能會刺到自己 會不會覺得說事情都還沒有確定 包括被比喻成牛鬼蛇神 會不會覺得有點不奇妙 就尊重所有的聲音囉 那怎麼看說 有人說你可以跟徐曉星戰勝量 戰勝量 我的臉書粉專 前陣子被網友網軍大量攻擊 現在觸及很低 我現在應該沒有資格跟人家戰勝量 謝謝 謝謝 謝謝我們美女朋友 也謝謝我們的歸逼 你先問一下 之後對手有可能是國民黨會推派這個 李明璇要當美女刺客來刺你嗎 我嚇了一跳 我剛剛才知道 不過他們還沒有定案吧 李明璇是國民黨的發言人嗎 各黨的發言人都是他們各黨黨內的精英 都是最強的 那尤其李明璇他是超強的 所以這確實我聽到的時候很訝異 這確實會對我這個選舉大選會造成很大的壓力 不過這也會讓我更進步 如果真的是他來選的話 但是我只能訝異 我會勇敢的面對 接受挑戰 所以當然他們黨可能還必須透過敵營的程序 那這個我不清楚 而且還必須看李明璇的意願 當事人的意願最要緊 但是如果是李明璇的話 那他不只是最強的 他是超強的 這確實讓我有很大很大的壓力 對 這是事實 國民黨的市黨部主他們稱說 為什麼會想要找李明璇 是因為想要把這一區變成美女隊 會不會覺得這樣的說法就是 有點歧視的味道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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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眾所周知 我一向我在問政的風格 還有我外表的形象 就是我一向被稱之為野獸 那李明璇也確實是美女 確實啦 如果李明璇代表國民黨參選 那確實我們這一局立委選舉 真的是美女對上野獸 但是社會上固然欣賞美女 但是對野獸也都抱以同情 因為野獸基本上是非常善良的 可是在他野獸的外表形象之下 他內心他有一顆善良的心 所以社會也都接受野獸 野獸要怎麼戰勝 其實野獸只是外表狂野啦 其實野獸都遵循 那麼我們選舉應該有的 那就是即便是競爭的政黨對手 那野獸會率先要向對方表達尊重 我們君子之爭嘛 所以這個至少也受過在選舉的過程當中 是會尊重基本的禮儀 那大家君子之爭 我會去講出我的優點 那我不會再去過多的對他們的一些指責我 我不這麼做 更何況李明璇的這個優點那麼多 所以我不會去有什麼過多的選舉動作 我只講我自己 那同理主委有說 就是現在除了李明璇以外 他現在還有一個潛在的候選人 他論他的長相 論他的資歷 都會不輸李明璇 那一員有什麼看法 我只能說那放馬過來嘛 就是說 這個 他們要先確定人選 否則我無法做任何的分析評論 那李明璇的話 就是他不只是強是超強 那另外一位就是因為在不知是誰的情況下 那麼當然這個我知道他們國民黨內也是人才積極 那對於要到我們這個選區參選 我認為他們大概所在都有 那麼我地方上也有耳聞到很多 那但是他們要先確定是誰 我們民進黨已經透過民主程序 那就確定是我們 那麼他們就趕快確定 那放馬過來 大家上擂台 那麼一較高下 但是點到為止 比劃一下就好 那你會覺得就是 國民黨現在試圖找美女刺客對上你 會是覺得在挑你的弱點嗎 因為你在對於就是美女對手的話 都會比較手下留情嗎 不是啦 就是像現在的可能的選舉對手 那不只是美女又很年輕 那像我個人 我是最疼愛我自己女兒嘛 我把它看成像我女兒這樣 我年紀也差不多這樣嘛 那爸爸都是最疼女兒的啦 像我在我女兒面前 在美女面前我幾乎 束手無策啦 但是該有的競爭對手 那我一定是去必須向社會大眾報告我的強項 我要訴求我希望藉由未來這一屆立法委員的任期 那我要為我們國家社會做哪一些事情 為我的選區 為我地方去達到哪一些任務 那麼這些事我必須做的 我一定會做 那至於就是說面對美女刺客 我就會像看到我自己女兒一樣 所以爸爸都是最疼女兒嘛 所以我當然這個是應有的禮貌 紛寸我一定會顧到這樣子 但刺客 刺客顧黨 我們每個黨在未來這次選舉 都各自會推派一些刺客 那這是一定的啦 一定的 但是刺客本身要像李明璇這樣 就有擔任刺客的條件 因為他有相當的自我的訓練 那又有那麼好的外貌 他可以說是財貌雙全 否則也不能隨便當刺客 不是說任何人都可以當刺客 我當個刺客亂刺 刺到自己 所以我歡迎刺客啦 這是我必須勇敢面對 好 謝謝 嘿 謝謝 謝謝